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是新摩卡最新推出的新的配置 也就是最低配 新增的一个WLTC的工况下呢 是175公里的续航 是一个34度电的版本 之前呢是39度电 所以可见呢 目前这个配置会把新摩卡的价位 拉得更低一点 但是现在这款车还没有伤势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价格啊 过去摩卡的起售价是29.5万 我盲猜啊 这款车可能它的起售价会拉到25万左右 只是猜测 具体还要看上市的时候 这个车到底卖多少钱 另外跟大家多说几句话 就是过去呢 摩卡其实作为未品牌的旗舰车型 它是一个大五座的车型 但是现在呢 又有了蓝山一个大六座 所以呢 它已经不是老大哥了 现在变成了二哥 但是其实它和蓝山的定位有一些不同 一个五座一个六座 这个主要是还是看大家的选择 它的主要竞品呢 按照魏自己来说 是护卫舰07以及唐的DMI 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具体这个车的售价多少 才能决定到底竞争力强不强 对吧 好了 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外观啊 因为之前可能已经大家会看到它的静态体验 那它的最明显变化 就是从原来那种魏的加速化设计 现在都变成了看起来很蓝山化 对吧 就是它的前脸和尾部都采用这种贯穿式的灯 看起来就和这个蓝山很相近 而且呢 就是更加的会像新能源车多一些了 原来呢 可能就是传统的SUV的感觉会多一些 但是它还是保留了前边的这个中网的设计 这个会比蓝山呢 中网会更明显一些 蓝山就是更简洁一些 然后呢 我这个版本因为是最低配 所以前方呢 它没有激光雷达 高配的新款的摩卡呢 是带激光雷达 但是它的激光雷达的位置啊 有点争议 是在这儿 这个位置 看现在是空的啊 这儿 两颗激光雷达放在前边 就我感觉可能 把激光雷达放在这个位置呢 一个是有可能啊 会容易磕到 因为这是一个SUV码 可能会 有一些用户会走一些 非铺装路面 或者是 比如说就是不是很在意的话 转弯的时候刮到 那成本就很高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现在很多的激光雷达 那是放在车底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不同的策略 这个大家可以说一下 你觉得这样的设计好不好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车呢 其实因为它的侧面啊 没有相比较老的摩卡 有太大的变化 那今天呢 我还是着重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内饰 关于驾驶方面呢 它的一些改变 我们到车内去看 新款摩卡在内饰上呢 其实相比较老款 设计没有太大的变化 主要是针对老车主 反映的一些问题呢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升级 首先呢 就是我的这个配置 是新增的一个内饰的颜色 这个有一点灰色 还有黑色蓝色这个搭配呢 其实看起来高级感还是挺强的 另外呢 就是之前这里是一个电子的挡杆 然后现在呢 换成了怀挡 那这个呢 就是为中间省去了很多的空间 而且其实怀挡很好用啊 包括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 都是怀挡的设计 中间省去的空间呢 这里设置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 而且是50瓦的一个快充 50瓦也是现在车规级的 无线充电的上限了 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 然后过去呢 好多车主反映 就是空调的这个屏幕 以及中间的一个屏幕呢 会存在一定反光的问题 现在呢 针对这个角度进行了调整 所以现在即便是外面阳光很强的情况下 你看起来这个屏幕呢 也是很清楚的 最后呢 就是好多人关注的智能化方面啊 它现在呢 升级到了腾讯爱去听的3.0版本 包括内置的Q音乐等等这些 在交互方面 其实比原来反映速度会更快 而且呢 在线的音频节目 在你开车的时候 听起来也很方便 还有呢就是新增了一个叫做时空之门的一个小的功能 那这个呢你点进去 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情景模式 因为现在呢 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第三空间了嘛 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长 还有好多人喜欢在车的这么一个密闭空间里 自己坐着待一会儿 那它的这些情景模式呢 会给你播放不同的音乐 甚至是一些音效配合着这个动画 所以在车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然后最后就是 虽然我目前今天试的这个车啊 是最低配 就是入门版的车型 但是呢 从配置上来看 包括方向盘加热 包括前方的HUD 它都有配备 所以其实 别看它配置是入门版 但是它配置一点都不少 诚意还是挺足的 好 我们还是围绕着 关于驾驶的方面来说啊 首先呢 就是我试驾的这个版本 是一个两驱长续航 单电机的版本 然后呢 它的电池是34度电 另外呢 就是其实它 别看是一个单电机的版本 但是呢 它的变速器也是两档的变速器 所以相对来说呢 它的节能方面 就是综合的能耗方面 也可以抑制的比较好 现在官方说啊 亏电状态下 是5.5升的百公里综合油耗 我觉得也是一个 挺不错的水平了 然后关于动力啊 虽然是一个单电机的版本 但是呢 刚才我也试了一下 包括地板油 它的反应啊 以及它的整体的动力 还是挺足的 满足日常使用 其实绝对没有问题的 更大的一个变化 其实是 它在新的这个版本上呢 在你开启NOH的情况下 也可以实现动能回收了 过去呢 在老的这个摩卡上 是不可以的 还有呢 就是 现在 它的这个NOH 我刚才在高速上 使用的时候 我感觉它的 自动并线的策略呢 是相对偏激进一些的 就比如说 它在进高速 然后往快速车道并线 超车 以及快要到出扎道的时候 它给你并到最外侧车道 它是很果断的 就包括后方有车过来的时候 它也可以非常果断的去完成一个并线 那在我相比较最近 去测试了几个 就包括理想的NOA等等这些 它会感觉更接近这种比较激进的策略多一些 而理想的那个呢 就是相对比较柔和 然后会更偏向于舒适性 如果你是一个开车相对来说 性子比较急 或者是比较喜欢开快车的 那这个车呢 这个NOA会接近你的驾驶 那这也是 其实更偏向于特斯拉的那种策略 最后呢 就是说一下这个整体的舒适性啊 我觉得 其实这方面一直是 魏品牌的强项 就是它的底盘质感啊 包括它的绿震表现 还有它整体的NVH做的都不错 所以呢 现在又新增了这个 长续航 电池稍微小一点的版本 把价格拉得更低呢 一定会吸引很多原本想要买 包括它的竞品啊 自己说的这个护卫舰07 包括唐迪安卖 那最终就还是看价格了 过去摩卡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方方面面都还不错 但是呢 从定价来看 不那么具有杀伤力 现在新的摩卡出来了呢 它不仅把过去老的一些问题 给你优化改进了 那现在呢 又出了这个 175公里续航的 这个更低配的版本 可以说呢 它现在不仅产品 更加的完善了 竞争力也更强了 但是还是回到 最开始那句话 我们还是要看 它的最终定价 到底能不能真的具有杀伤力 这里是聚光电厂赛博车库 关注栏目 了解更多新能源资讯